人生不必太用力 作者 埃克哈特托利 翻译 李密 第三章 自己是一切幸运的原动力 让我们一起追随内心的光亮 成为更好的自己 大脑不停歇地寻找 不只是为了获得精神食粮 还为了它的身份认同 它的自我感 小我由此产生 并不断改造自己 当你想到自己 或谈及自己的时候说我 通常来说 你是指我或我的故事 这个我关乎你的喜好和厌恶 恐惧和渴望 这个我永不知足 这只是大脑异想的你 受制于过去 并试图在未来得以满足 难道你看不出 这个我只是个像浪花一样 转瞬即逝的存在 谁能看穿这一切 谁能意识到身体和精神的形式 是短暂的 是我 是和过去 是和过去与未来无关的深层次的我 这困难重重的一生 恐惧和渴望 占据了你大部分的精力 到头来还剩下些什么 一个刻在你墓碑上的出生日和死亡日之间 一两英寸长的破折号而已 对于小我来说 这是个令人沮丧的想法 而对于你 这却是解脱 若每一种想法都能完全占据你的注意力 说明你认同了大脑里的声音 这些想法就被赋予了自我感 小我便产生了 它是大脑创造的我 大脑创造的小我残缺不全 飘摇不定 于是恐惧和渴望 成了它的主导情绪和动力 当你发现你的大脑里 有一个声音假装是你 唠唠叨叨没完没了 你就从对思考无意识的认同中觉醒了 当你觉察到那个声音 你就会认识到那个声音并不是你 那个思考者也不是你 你是认识到这一切的那个人 认识到自己是那个声音背后的觉知 极为自由 小我总是在忙于寻找 寻找更多的东西加在自己身上 让自己感觉更完整 这就是小我全神贯注于未来的原因 当你意识到自己在为下一刻而活 你就已经跳出了小我的思维模式 全神贯注于当下的可能性也随之而来 通过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于当下 远比小我思维伟大得多的智慧 就进入了你的生命 当你活在小我里 你总是把当下的时刻贬低为达到目的的手段 你只为未来而活 然而当你完成了你的目标 却并不觉得满足 至少你很快就会不满足 当你更多的关注做某件事的过程 而非这件事所能带来的结果时 你就打破了小我陈旧的制约模式 你的所作所为不仅会变得更加有效 也充满了无尽的满足和愉悦感 几乎每个小我都至少包含一个 我们可以称之为受害者身份的元素 一些人给自己塑造的受害者形象是如此强大 以致使其成为小我的核心成分 愤恨和抱怨 形成了他们自我感的基本组成部分 即使你的抱怨合情合理 你依旧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如同牢笼一样的身份 组成这个牢笼的栅栏及思想 看看你对自己做了什么 你的大脑对你做了什么 感受一下你对悲惨故事的情感依赖 回想一下你在想起或讲述它时 不由自主的冲动感 像现场目击者一样出现在你的内在状态 你无需做任何事 伴随觉知到来的是转变和自由 抱怨和抵抗是深受小我喜爱的思维模式 小我通过他们加强自己 对很多人来说 他们的精神情感活动大部分由抱怨和抵抗组成 通过这两种方法 他们使其他人或某种情况变成错的 而自己变成对的 自己是对的让你产生一种优越感 进而加强了你的自我感 当然 事实上你只是加强了小我的幻觉而已 你能够察觉到自己内在的这些模式 并认清你脑海里抱怨的声音是什么吗 小我的自我感需要矛盾冲突 因为通过和一切事物对抗 通过表明这是我 而那不是我 他的独特身份才得以加强 你是否在与人交往时 察觉到一些微妙的感受 一些要么比别人优越 要么比别人卑微的感受 那一刻 你正在察觉小我 而他活在比较之中 嫉妒是小我的副产品 如果好事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或者其他人拥有的 知道的 能做的比你多 小我就会感觉被贬低了 小我的身份依赖于比较 并需要确定自己得到的比别人更多 他试图攫取一切 当这些都失败了 他就把一切都归咎于事实不公 或者没有别人幸运 来加强你虚幻的自我感 你的自我感来自怎样的故事 怎样的虚构情节呢 小我独特的构造需要反对 抵抗和排斥这些情绪 以维持其赖以生存的分离感 所以才会有我对抗他人 我们对抗他们 小我需要与某人或某事产生冲突 这就是为何你渴望平和快乐和爱 却又无法与他们长期相处 你常说你想要快乐 却总是与烦恼纠缠不清 从根本上来说 你的烦恼并非来自你的生活处境 而是来自你的思维模式 你是否对过去所做的 或者没有做成功的一些事充满内疚感 当时你肯定是按照自己的意识水平 或者无意识地去做这件事的 如果你那时更加觉醒 更加理智 你或许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内疚是小我构建一个身份 一种自我感的另一种尝试 对于小我来说 自我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并不重要 你在一件事上的成功或失败 只是无意识的表现 是整个人类的无意识 然而自我却将它个人化 并说是我做的 因此你背负了一个糟糕的自我形象 如果你设立的小我目标 是解放自己 加强自己 提升自己的重要性 即使你完成了这些目标 也依旧不会感到满足 设定目标没什么不对 但你要知道 达到目标并不是最重要的 万物皆源于当下 这就意味着 当下并非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 你在每一刻所做的事 足以令人满意 你不再把当下贬低为 达到目的的手段 便是自我意识 当被问及佛法的深层含义时 大师说 无我 无业障 第四章 先想事成的秘密 佛陀曾说 生命只存在于此时此刻 过去已成为往事 未来尚未发生 我们只活在一个时刻 那就是当下 从表面上看 当下只是无数片刻中的一个 人生中的每一天 都有无数个片刻组成 每个时刻都发生了不同的事情 然而 如果你能观察得更深入一些 难道不是只有一个片刻吗 难道生命不总是此刻吗 当下这一刻 是你唯一无法逃离的现实 是人生的不变因素 不论任何事情发生 不论你的人生有多少变故 有一件事是确定不变的 那就是当下 既然无法逃离 为何不迎接他 善待他呢 和当下成为朋友 无论到哪儿都觉得自在 在当下感觉不到的自在 从他处也无法觅得 当下就是当下 一直如此 你能如其所事地接受他吗 大脑把人生划分为过去 现在和未来 这些终是虚无缥缈的 过去和未来只是思维模式 是精神概念 过去只能在当下被记起 你所记起的事情 也是在当下发生 至于未来 当它到来时就变成了当下 所以唯一真实存在的 就是当下 专注于当下 并不意味着否定生命中的 其他需求 而是认识到什么是主要的 这样你就可以轻松自如地处理 其他次要的事情了 专注于当下 也不是说 我不需要做其他任何事了 因为只有在当下 是唯一的存在 不是这样 先认清什么是最主要的事 进而和当下成为朋友 而非仇敌 承认并尊重它 如果当下能够成为 你生命的根基 重中之重 你的人生就会在 轻松惬意中展开 对于收拾整理餐具 拟定经营策略 或者规划一次旅行 这样的事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 是做这些事的过程 还是这些事所带来的结果 是此刻 还是未来的某个时刻 你是否把当下 看作是需要克服的障碍 你是否觉得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未来时刻需要到达 几乎所有的人 都是这样度过 他们的大部分人生的 然而 除非未来成为现在 否则它永远都是水月尽花 这是一个运转不良的生活方式 它引起了内心 无休止的紧张与不安 这也是不尊重生命的表现 生命即是当下 且永远是 感受你身体的生命活力 让它带你到当下 从根本上来说 你只有对此刻 对当下负责 才能对你的生命负责 因为生命 只存在于此 对此刻负责 指的是从内心深处 接受当下的如是本性 不与它争辩 并与生命和谐一致 当下就是当下 一如既往 因为它无法成为其他 没有任何事物 是独立存在的 这早已被佛教徒所知晓 现在也被物理学家所证实 表象之下 作为宇宙整体的一部分 所有的事物都相互联系 在当下这一刻 宇宙衍生出万事万物 当你对这一切说事 你就和生命本身的力量 与智慧紧密结合 为其如此 你才能成为 使世界向积极方向 转变的力量 这里有一个简单 却有效的方法 由内而外地 接受当下发生的一切 当你把注意力 转移到当下时 你仿佛从思想的梦境中 觉醒 从过去和未来的梦境中 觉醒 如此澄澈 如此简单 不给问题和矛盾 留一丝空间 只有如其所适的当下 专注于当下 你会发现生命的神圣 当你临在 你所观察到的一切 都是如此的神圣 你越融入当下 就越能感受到 存在简单而深远的愉悦 以及一切生命的神圣 很多人混淆了 当下与当下发生的事情 二者绝非同一回事 前者是后者发生的空间 比后者更为深刻 所以 不要把当下发生的事情 和当下混为一谈 当下比在他的空间里 发生的任何事情 都要深刻得多 当你不如当下 你也就走出了 大脑所能承载的内容 思想的流动逐渐放缓 它们不再吸引你 所有的注意力 不再完全占有你 思想与思想之间 出现裂痕 如此宽广 如此宁静 你开始认识到 自己的浩瀚与深远 是思想难以比拟的 思想 情绪 感知和你的一切经历 组成了你的生命内容 这就意味着 你的自我感是来自我的生命 于是我的生命 深感满意 至少你是这么认为的 你一直在忽视 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你内在的我是 与你的生活里发生的事情 毫不相关 和内容毫不相关 我是只和当下有关 它始终如一 无论老幼 强弱和胜负 我是及当下存在的空间 本质上从未改变 它通常被混淆成生活内容 所以 你只能微弱且间接的 从生活的内容里 体验到 我是和当下 换句话来说 你的存在感 被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东西 如境遇 思想等掩盖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下也逐渐变得模糊了 所以 你忘记了自己根植于存在 忘记了自己的神圣 迷失在这个世界里 当人类忘记了自己是谁 困惑 愤怒 绝望 暴力和冲突 便蜂拥而至 然而 想要铭记这个真理 并找到回归的路 异常容易 我不是我的思想 情感 感知和经历 也不是我生活的内容 我是生命本身 是一切事物发生的空间 我是意识 是当下 是 我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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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